也要和你舉起回憶亮的天 後你再乾一杯 走音走音走音走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而其他的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按一下幫我訂閱 看下一個讚喔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也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喔 今天不得料了 我不想要回這句 因為太常講了 今天太棒了 今天是全家的新品啊 話不多說 我們立馬就來開箱 因為太多新品啦 Let's go 這一道是 這一道就由五毛媽來效勞啦 那我們會看到它的外層 有茶歐蕾的白巧克力 裡面是 茶歐蕾的卡士達醬喔 這一個還蠻大的 直徑有九公分 薄大的 嗯 看起來其實蠻好吃的 看得出來你吃的好像還蠻滿意的 中間我們會看到它一點一點一點黑黑的 我覺得這是茶 因為它茶味非常的濃郁 基本上我覺得全家的泡芙都還蠻好吃的 然後把它放到冷凍會更棒 沒錯沒錯 它的茶味汁濃郁 外加甜度不會太甜 所以這一個如果拿去配咖啡 非常的剛好 而且絕搭 外加你會覺得有一個 非常有質感的下午茶喔 哎唷聽起來 Burr的高級的咧喔 那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蘇瑪茶歐蕾卷心酥 40元 80公克 416大卡唷 你很喜歡吃重零食對不對 對啊 脆梨酥也是 它一盒打開呢 裡面總共是15根 那每一根是10公分左右喔 嗯 茶歐蕾的茶味也薄香的 嗯 哎唷 吃起來甜甜鹹鹹的 有鹹鹹的錯覺啊 嗯 不知道是我嘴破還怎樣 哇 哈哈哈哈哈 我想說我都吃到甜的 怎麼會有鹹的呢 可能是一個感覺啦 不好意思最近火氣比較大 這邊破了一個洞 所以吃東西有點困難 可能味覺有點不太一樣 哈哈哈哈哈 這一款吃起來呢 比脆梨酥還要稍微再硬 一點點而已 口感上是這樣 口味上來說的話 整個就是奶茶的口味 很像Bubble Tea House的奶茶 放進去這個卷心酥裡面 嗯 然後吃下去 奶茶配上這個餅 來搏搭的 那茶其實都還算濃郁 最濃郁的是剛剛上一道泡芙 哦 哦 對對對 雖然我沒吃到 但是你這樣講就對啦 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沙馬黑糖朝雷 38元375毫升 168.6大咖 也要和你舉起 一亮的天 和你在乾一天 走音走 走演走 大家聽得出來是哪一首歌啊 五月天島 五月天島 非常感人的 乾一杯 來 乾杯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一個的耶 基本上它茶味非常濃郁 但是因為黑糖有點甜 所以它有點在把茶味再蓋過去 都是濃的 但是呢 我感覺太甜耶 太甜嗎 嗯 難怪我會那麼喜歡 我跟你講我跟五毛媽完全相反 它覺得有點甜 我個人呢 有點小小的螞蟻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剛好鄭重我的下懷啊 而且我是一個就是吃創冰 我撈完料了之後 那些糖水我是不會喝的 沒錯 所以我們兩個加起來就微推 沒有啦 它真的是香醇的 就淡薄的甜這樣而已 嘿啦嘿啦 那我們還是推它好了啦 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推 這道是 那裡面我們會看到有 羊菇 紅喜菇 以及三片的起司片喔 趕快來吃看看 那我必須得先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用紋的 它的松露味沒有非常的重 我之前買這一門的松露燉飯的時候 那個松露味很濃郁 超重的 嗯 我覺得這一道飯呢 非常的平凡無奇 因為整個味道上 還有菇菇啊 吃到羊菇那個罐頭的味道 我比較不喜歡 再者呢 我覺得它有點鹹 這道我個人是覺得呢 燉飯來講呢 它的確上面稍微比較濕 下面比較乾 所以拌一拌之後 就會比較balance一點啦 但是它的確有一點點鹹耶 我覺得它蠻鹹的 所以這道我們就微推好了 為什麼你要看下一道 哈哈哈 我不是人嗎 我吃了 我覺得可以 好 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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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心情下道 微推 它重口味道就只有鹹 哦 所以這一道我們就不推囉 下一道囉 這一道是 珠木蒜香腐乳香辣麵 99元328公克 C7大卡唷 那這一道我們一樣會看到 非常多的咕咕以及番茄 就這樣而已哦 準備開動啦 最近真的很流行就是不吃肉耶 對 非常流行 因為麥當勞又出一個植物肉的漢堡 哦 但是我不能不吃肉耶 人體還是必須要有一些肉 優質的高蛋白質 哦 鹹喔 哦 鹹喔 真的假的 欸還蠻辣的耶 它的辣是朝天椒那一種辣 哦 我媽呀 不好意思五毛八 嘴巴破洞 火氣有點大 沒有 因為為了趕羞片 都趕到凌晨 好 麻一下吧 我們繼續吃 你好好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珠木它這一次兩款產品呢 我比較推薦的是這一款麵 麵的部分讓我就是有驚喜感 我原本以為只是一般的黃麵油麵 結果它是義大利麵 Q彈的口感我非常的喜歡 再來就是蒜香味 還有腐乳的味道 都淡淡的 接在一個適中的範圍 突出的是它那一個辣 真的有夠辣 台灣那種朝天椒辣椒的辣 所以呢 會老冰 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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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非常的適合就是 喜愛吃辣的朋友們 那這盤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這個是養生茶 熱量也非常的低 都不到十大卡 而且呢 這一罐茶非常適合我現在 它有特別寫 鮮鹽喔 鮮鹽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身材會變苗條 然後顏值會變高 來 倒了什麼 我跟你講啦 這兩款之前 我跟你說 這兩款呢 差不多有三週前吧 全年那時候賣 然後呢 它真是熱賣 我都早都找不到 今天要去買全家的商品 我老爸說 欸這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兩罐嗎 欸就是這兩罐啦 所以我們就 買回來啦 對 趕快 趕快做林心如的娃 有沒有看到 林心如 我這一罐裡面有 玫瑰泥 綠茶 紅棗 荷葉 枸杞 橙皮 山楂跟芙苓喔 那我這一瓶的內容物有 草培麥 黑棗 甘草 麥門東 以及五味子 我覺得這一款啊 它的茯苓 跟枸杞的味道 比較顯現出來 嗯 然後其他就是淡淡的味道 再喝一個很養生的茶飲 我的是麥味比較明顯 然後最後尾端 會有一個甘草的回甘 其他都好像喝不太出來 但是沒有太大的經驗感 沒錯 老實說 回購應該我會選藍色的回購 這一罐呢 你拿起來一聞的時候就會想到 愛滋味的白鴨 沒聽喔 他沒聽喔 他沒聽喔 嗯 我喜歡這個 太棒了 太棒了 吃飽飽喝飽飽 那你會再回購是哪樣呢 這一次 Soma的這三款啊 我會再回購的是 泡芙 最後呢就是那個 黑糖 草蕾 再來是 梳木那兩款餐點 我肯定會選 香辣麵的啊 再來就是最後這兩款 茶 養生茶 來吃光 好啦很開心今天跟大家分享 全家這一系列的新品 大家有空的話就去買來嘗試看看 嘗鮮一下啦 那今天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五日晚上八點 都會更新影片喔 記得收看 記得加入我們社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